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存在一个问题 所以尤其是我们在济南这些地方 这方面还是存在很多的困难的 下一步其实我的考虑就是说 如果我想做 我想联系动画产业的第一线的这种公司 可以和我们合作互动 这个校企之间搞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 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平安学的学生 才是适应社会发展的 才是适应这个动画产业链 需要的人才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我这次来 我也很想跟这些公司聊一聊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 咱们中国在这一块 还存在一个体制问题 怎么去打破这样体制问题 来形成这种教学的互动关系 我不知道后面的困难会有多大 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做的话 有可能会很乐观 我觉得就是咱们三种的 动画产业的发展 当然还是在一个体制阶段 但是我觉得现在 整体的状况是很不错的 首先我们的政府非常支持 这一点我觉得可以看出来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是大家多在要求做事情 但其实咱们的动画产业有吗 已经也有了 有一定的体制了 但是实际上 深入到这个 比如说在我们在这个表面上看 其实是没有的 没有什么 是不是 无非就是有一些什么卡通 什么爱童玩具 有那些东西 就像去三半年 这个省委宣传部发文 要求这个左向世界杂志社 做一个 做一期捐栏 宣传一下咱们三种的 这个动漫产业的这个 一个专题 当时左向世界杂志社以后 拿到以后 这个很大梦 不了解这一块 这个三种有动漫吗 有动漫产业吗 动漫 大家都理解 动画 漫画 就这些东西嘛 也很常见 但是说起这个产业这个问题 那就不是这么合适了 不是这么简单了 然后这就还能找到我了 怎么办 就赶快来把这个事情 这个是政府交代的事情 这 然后把这个办好了 是吧 然后因为还要求 这有一些视觉性的东西 这个呈现出来 然后配合一些文章才OK 后来是没办法 我就找了一些卡通 一些 挂了一些卡通 放了半个小时 找个人演一演 再创作 然后再找一些这个什么 这个玩具那些 那些动画形象 拍一些局部的一些特写 这样造出来 那没有办法 后来我觉得就是说 我当时我就开始考虑 哎呦 这个山东 是吧 当然这个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这个政府也有这个责心 很想把这一块做好 是不是 因为这个究竟是一块 一块很好的蛋糕 这一块市场也非常好 但是呢 这个 我觉得现在之所以 咱们商量的这个动画产业 是这样一个现状 我觉得跟人才是有关系的 人才 因为这个动画 如果是说动画这个动画片 它其实也就是电影 只不过是动画电影而已 当然了 还和这个 那种 我们理解的那种电影呢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因为它究竟是以这个三维制作 或者是首会的形式把它这个制作出来 这样的一个电影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至少就是我们这个创作人员 你懂不懂电影 你学过电影没有 你懂不懂这个 镜头的运动规律 你懂不懂这个造型 动画 首先 你把那个剧本拿过来 我们的创作资源很多 我们有孔子 孔子 我们全世界都在学孔子 是不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 创作出来以后 我们全世界可能会再 过来看我们这个孔子的一个动画 是不是 也起到一个宣传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懂 首先在懂造型 然后你再还去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你怎么去处理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首先 人才的培养 不管重要 我们现在如果大学 我们自己去培养这样的人才 我们没有和这个时代科技就发展 没有紧密的 这个链接起来的话 我们是很难去培养这样的人才的 我们只能去一些基础性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我教你 这个怎么去理解电影 怎么去运用这个镜头 怎么去完成这个造型设计的任务 把一个文学剧本 把它变成一个视觉的形象 把它呈现出来 但是 这个动画时候高科技是紧密的结合起来的 这一块 那怎么办 那就毕业以后再学习吗 只能这样子 我们学校的动画队也只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 实际于这个当今的动画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话 我觉得一个长远的目标 体验和学校合作来办学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我是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我这次来看这个论坛 首先我自己感觉着 接触了很多的新东西 所以很有感触 因为我觉得动画 就像电影一样 跟电影的发展是一样的 还是随着扩磨射技术的发展 而发展起来的 就跟我们设计也是一样 首先 有机器生产出来以后 你才可能去 才可能去进行这样的创作 是不是 它是紧密的结合起来的 所以 所以我知道就是说 办这个学科 或者是搞这个产业 那么 你不断的去学习 才OK 不然的话 那就会变得很落后